我想請教一下,林佳龍說會幫台北市尋找一位好市長 你覺得這位人選可能是誰? 不知道,你要問他 你覺得你是這一位嗎? 我現在在防疫 那我想問一下關於防疫問題 因為現在好像是要逐步的解放 但是大家也擔心說 因為其實香港是一個借鏡 會不會擔心像香港這樣大爆發一個情況 那台灣已經準備好了嗎? 我們之所以說要謹慎 那也是因為有這些前車之鑒 那大家都要小心 那我們要怎麼維持這個R值呢? 最主要我們現在還是在一個疫調 所以要控制在有限的可能性的一些案件進來 那疫調才能夠做得確實 那這個RP就能夠維持住 那如果進口這地方 就在邊境這邊進來如果太多的人 那造成的量能對疫調造成一個負擔 而沒有辦法確實做 那T值當然就會控制不住 那還有下一步解封的計劃? 現在我們第一波的解封都還沒開始 3月7號才開始 那先把這一波做了 那仔細的一個去衡量這些相關進來可能的案例 然後再做進一步的一些進行 相關的規劃都有在規劃中 好 謝謝